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细雪香城 之前在太平天国与香港一集里面有提及过 洪秀传起义之前 民间成立了很多反清的帮会 今天就和大家讲下有哪些秘密帮会 而有些帮会在香港都有分布的 太平天国运动以1851年的金田起义为开始 去到1864年天经失守作结 横跨了咸丰和童治两朝 持续了14年那么久 天地会亦都叫做洪门 根据清末革命团体光复会的创始人陶胡成章的著作 教会员留巧所提及过 知是人人不忍中原之涂炭 又结秘密团体以求光复祖国 以洪门之会设也 何为洪门 因名太祖年号洪武 故取以为名 此唱者为郑成功 计述以修整之者 则陈近南也 以一拜天为父 二拜地为母 立世反清奉命 故称天地会 亦都叫做洪门 天地会 清初到清末都有活动的 甚至去到民国时期仍然有会员 至于陈近南就是金庸武后小说《六顶纪》里的人物 天地会总陀主的圆形 从时间上都挺肯定太平天国运动和天地会应该有一定的交集 天地会成员大多数都是一个由民间下层劳动者组成的团体 每一个统治的领袖 但是反清色彩就非常鲜明 太平天国起义之初 广西天地会首领 朱鸿英述领会众在南陵起义 很快已经有三四万人了 没多久朱鸿英攻占了广西冠阳 建立了圣平天国 朱鸿英被称之为南王 建立政权之后 朱鸿英和太平军会合 太平军在一边攻打湖南和东安 而其他地方都有不同的人起义 包括两广天地会另一个首领何陆东 就在东莞率众起义 人数都有两万人那么多 湖南天地会周国瑜最众万人 树旗起义 福建、张浦一带都发动了小多会起义 和红前会起义 同时天地会、浙江、港西分会 都有聚众起义 这些起义是在太平天国的影响下 已经起的 天制了清朝反动统治力量 成为了一定规模之后 又转移支持太平天国运动了 太平天国时期 天地会的活动都甚为活跃的 有天地会的首领更加直接失令会众 加入了太平军 例如洪大泉、罗大江等等 洪大泉全名赵亮 这个人科举口试 女女不众后来交接各方人士 参加天地会 并且创立了招军堂 成为了湖南天地会首领 1851年 他联络到红手传 一堂参加起义 罗大江是广东梅州人 早年以三合会首领 率机民暴动 后来进入了广西参加天地会 不久又归上了红手传 罗大江自此随君作战 做出了特出的贡献 成为一个主要的将领 地位仅次于珠王 从而可见太平天国发生的时候 天地会借机会大搞反封建活动 但遗憾的是由于组织松散 缺乏一个统一的领袖 反而被清君一一击破了